我們對完這個時間我們先來註冊一個 那老師您進到Place.com之後呢 在右上角這邊它有get start 或者您選擇load in都可以 您可以看到其實它是有分不同的帳號 免費的就在右手邊這裡有沒有public在這邊 那它也有付費的帳號 那麼等一下呢我們student跟teacher這個部分 待會再去升級就好了 待會再升級我們就先暫時用免費的 好你點進來之後呢 這個first-lainless-mail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email password就這樣而已 它沒有那個啟用的動作 所以您只要輸入你的email那就ok 那當然如果說您希望就是 待會能轉成所謂的教育的免費版本的 您的這個信箱必須要用 就是後面有edu的這個信箱 這樣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ok那就麻煩老師囉 來我把畫面還給您囉 我們在這邊的話就是 如果您剛剛最下面喔 註冊的時候最下面的欄位 它是給您選擇您的身分別 它您是學生或者是那個教育人員 好那如果是教育人員的話下面它就選擇 你是高中的啦還是大學的啦 之類的 那個其實還好啦 反正免費的就是免費的 好那如果ok了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進去 好那我現在呢 這個是我平常在用的 所以你會發現我這邊比較多有沒有 好比較多喔 它會像這樣一進來就有 那麼如果說各位現在一註冊完 它就像這樣會有一個歡迎畫面 然後就開始 好就開始使用它會有一個教學 好會有一個教學 那你就稍微簡單看一下 其實我們Place的這種簡報方式 跟我們一個東西很像叫做新制圖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的那個簡報 簡報通常都是一頁一頁的對不對 不管你是維爾的PowerPoint也好啦 或者是所謂的像Mac上的 什麼P note的部分 你看這樣進來 好它就進來這邊 那因為你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它都會有一個教學 會有一個教學 告訴你大概怎麼用 雖然這個網站本身啊 它是沒有就是中文的那個語系 不過使用上真的不會太太麻煩 那麼您進來之後也是類似的 有沒有 你看這裡有幾個 對不對 有幾個它也給你看幾個 欸別人做的不錯的 甚至呢我通常會建議老師就是 你先來看看別人怎麼用 因為畢竟大家已經被 微軟的簡報好像有點定型化了 都覺得說 簡報就應該一張一張的慢慢播 事實上呢其實真的沒有 您可以到這個Epoler 你可以看看 欸全世界上的人用這種方式 來做簡報的方法 那麼我們先回到我們的這個 這個簡報裡面 您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像我們在這邊的話 你因為現在是在線上直接播 所以可能你會發現有稍微等待一下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呢 以後如果您有需要的話 您可以把這個簡報把它下載下來 它可以變成一個ESE的執行檔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像我們在這邊 以往我們最常見大概就是這幾個 我們電腦裡面現在有裝OpenOffice 或LibreOffice 對不對 不過呢這三個簡報的方法 都一樣的概念 就是一張一張的 好就一張一張的 但是呢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有別的方法 那麼我們剛剛呢 已經有就是註冊了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就是它的帳號的部分 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我們剛剛一般的 它沒有特別講 現在已經沒有特別講說 它空間多少 可是呢如果你是一般的帳號 就是第一個只能線上編輯 第二個你只能社會公開 而且要供別人使用 但是這個部分就看 就是別人可以複製過去就對了 好複製過去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不太夠 沒關係 我們用升級成教育免費的 好你就有4G的空間 其實說真的4G還蠻大的 簡報要都要4G還真的不簡單 然後呢 雖然還是只能線上編輯 可是你就可以選擇社會公開或私人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覺得說不一定要公開 那麼如果說你覺得真的不錯用 它就是的 方案裡面就有好幾種 那Enjoy的部分應該是算它 就是最基本的這個付費方案 就是一個月要4.92美金 無限空間 無限空間 那如果你在方案再更 付費再多一點點的 它就有離線的 也就是你電腦上可以直接裝它的那個編輯軟體 直接來用的 好 那了解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有沒有 這還有這個Pro版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怎麼樣把一般的帳號 升級成所謂的教育的免費版本 那首先呢 您到你的右上角這邊 右上角這裡 像我剛剛這邊 在這裡 您進到 各位這樣看可能會不會稍微比較模糊一點點 帳號這邊 有一個Setting an Account有沒有 我放大一點 有沒有一個Setting an Account 這樣子的話呢 你從這邊進來 OK 那麼你往下走 往下走 它可以升級一下 在這邊 有沒有 我們現在的是Public 然後是Free的嘛 好Free的 我們就按一下這個Upgrade 你可以升級一下 那升級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我們要的是屬於什麼 教育的方案的部分 所以你找右手邊這裡 好 找右手邊這邊 我們把它按一下喔 你現在一進來看的是一般的 這個是一般帳號的部分 那我們主要是在教育的這個方案裡面 我們就從右手邊這裡點進來 好 你看到了 有沒有 這裡就有EDU的 Enjoy 是Free的 4G的空間 4G的空間 那您就從這邊 按下去 從這個地方把它按下去 那重點在於什麼 就是你那個信箱 我剛剛我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一般的信箱註冊 可是呢 因為它這邊必須一定要是 學校的信箱 所以如果你剛剛 比如說我剛剛是用這個帳號註冊的 那你這裡要改成就是你學校的信箱 那以後呢 你如果已經有認證過之後 以後就是都用學校信箱 做一個登錄的依據這樣子 登錄的依據 然後再打上你的Password 這個時候它就真的會寄封認證信 到您的那個學校信箱裡面 那如果說 您收信的時候 有可能它也許進到這個垃圾信 垃圾信 你可能就要再稍微找一下這樣 那升級完之後呢 您在這個 像我的這邊 像我這個是已經升級過的 這個 在右手邊這裡 你看我的帳號的部分 它就會告訴你你是屬於哪一種的 好 有沒有我的已經換成license 是不是EDU Enjoy 還是一樣是free的 還是一樣是free的 這樣您了解了 OK 來 還給您喔 從哪邊 從右上角那裡 有一個這個setting an account 但是您記得要進去的時候呢 你要選擇的是什麼 那個教育的方案 它在右手邊這裡 進來之後再 升級之後 你選擇這個 因為它 這個比較討厭一點 它躲得比較小 哈哈 就怕老師按錯了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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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